我们现在所能测度的150亿光年 有无量无边的银河 这个还只是世界上 宇宙当中的一个小点而已 所以冷静想想看 人类有多么的渺小 我们今天在地球上 一个某一个小角落 这样争论不休 就像蚊子一样 佛陀在任言经讲的 人类就像蚊子一样 把这个蚊子抓在 放在这个罐子里面 透明的罐子里面 这蚊子里面 吱吱吱吱的叫叫的响 人类因为没有听到佛法 就会像蚊子 放在瓶子里面的吱吱作响 就是贪嗔吃一支其作用 贪嗔吃一支其作用 不知道说到底这个宇宙有多大 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 见不过是方寸 听不过是指尺 佛为什么在任言经这样讲 众生看到东西 只有看到眼前 目前几寸 只看眼前而已 听也只听指尺 就在前边而已 通通不知道 那个放下 以后 有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 般若 无量的界定慧 通通记住 我们不懂 所以因为 因为我们不懂得放下 所以这一切像就卡在像 就把我们的智慧结断 就变成意识的分别 所以我们活的这个磁场很悲哀 也非常可怜 非常可怜 因此佛叫我们要观照虚空 就是说 你冷静想想 看这个虚空到底有多大 有多大 一个人 是吧 一个亚洲 一个地球 一个太阳系 一个银河系 无量无边的银河系 150亿光年 是人类今天极限 但是 佛讲的世界 更可怕 佛讲的世界 兴趣有多少 在《华言经》里面讲 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翠为微尘 每一个微尘 当作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如是整三千大千世界 的星球 这样才是 世界总的两百一十分之一 也就是世界总 有两百一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翠为微尘 每一个微尘 当作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如是整三千大千世界 变成世界总 把两千一百个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物质现象 粉碎成颗粒微尘 每一个颗粒微尘 当作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如是整 两千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的宽利为尘 三千大千世界 过成一个世界海 佛如果不是一个 大智慧的人 如何能够讲出 两千五百年前 没有天无望远镜 可以讲出 这样子的理论 佛是何许人物 因为他见一切像 都能透视 像的不实在性 而凶量无比的包容 忍辱 核定 我们没有 很可惜 所以就是 有佛法不会用 这个就是 修置心 游如虚空 观察现在 众生之诸心 观察现在众生的诸心 这是有这个能力 也能够分别 众生 诸根之利盾 决定了之 众生之因果 等共一百项 决定了之 众生的因果 事故 此三昧 并非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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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也不能随便拿一个事项 来论断 或者是 一缘 一个因缘 或者是 一意 就是一个意理 便可了之 因为一切 禅定解脱三昧 神通 如意 无碍的智慧 解释在 手嫩眼中 所以你要进入 手嫩眼大定 首先就是要明心见性 一定要舍事用根 事就是执着和分别 如果不舍掉执着 不舍掉分别 我们的胸量开展不了 永远没有办法 去入佛的手嫩眼 手嫩眼就是不生不灭的 清净本体 所谓清净的本体 是因为透视一切像的不可得 心碌碌不动 无赞无碍 譬如 波泉 江河 珠流 接入大海 这个波 就是高低 不平的地方 不管你高 或者低 或者是前 江 河 等等 都流入大海 我们所有的修行 到最后 都要进入不可思议的 涅槃 真如 妙性 也就是如来藏性 所以如果我们出发心修行 拿捏对了 用不生不灭的心性在修行 了物一切西空 皆是我们心性当中 清净本能的东西 那么 宇宙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就是宇宙 任何一个时空的教会 都是我们修行的地方 无处不菩提 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菩提 所以菩萨所有禅定 皆在守那年三昧 乃至所有三昧门 禅定门 辩才门 解脱门 陀罗里门 神通门 所以神通 就是把烦恼弄通 叫做神通 明解脱门 等住法门 明解脱门 等住法门 细节是在守那年三昧 此守那年三昧 有五种名 一 叫做守那年三昧 也行 二 叫做波罗 波罗蜜 这个波罗 就是大智慧 波罗蜜 就是到彼岸 为什么叫做大智慧 到彼岸呢 也就是没有此案跟彼岸 烦恼生死彼岸 做此案呢 不生不灭的 涅槃 妙心彼岸 做彼岸呢 所以大智慧 到彼岸 也就是说 智慧 达到了 所有的内外烦恼 都碌碌不动 不受影响 所以彼岸 就是彼岸解脱 彼岸解脱 所以啊 你想要达到彼岸 不能沿着此案一直跑 沿着此案一直跑 不能达到彼岸 所以沿着此案一直跑 的意思就是说 用意识性一直修行 是没有办法达到彼岸的 主位啊 一定要直接就穿过去 说放下 单刀直路就放下 就横度生死 沿着此案呢 这样跑 你哪里有办法达到 彼岸的彼岸呢 你用生命的意识性修行 如何能够达到 彼岸的彼岸呢 是永远不可能的 所以用思义法 绝对没有办法 进入不思义法 没有办法的 那么这个不思义法 又没办法讲 那也只能方便说 也只能方便说 第三 首任言三昧又叫做 金刚三昧 这个金刚能坏一切 不为一切所坏 用金刚来比喻啊 来比喻啊 佛的定像金刚啊 十地等觉菩萨 入金刚预定 以及密教所言 金刚三昧 就是手嫩言三昧 第四 他也可以说法 又叫做狮子猴三昧 所以佛坐的那个椅子 座位叫做狮子座 世尊说法 如同狮子猴 就像在 森林里面 狮子一猴 摆受啊 恐惧啊 所以现在啊 讲经说法 通通方便说 做狮子猴 第五 叫做佛性 物质世界 叫做气世间 叫做法性 有情世间 有情世间 叫做 佛性 诸位 佛性必经空 法性必经空 佛性 法性 本来无恶性的 为什么 物质世界 支撑着 我们 有情的世界呢 支撑着精神 的世界啊 所有的人 没有办法 离开这个饮食啊 所以情跟无情 事实上是一体的东西 是一体的东西 因此呢 我们啊 要爱护 万物啊 与大自然啊 共存 不要去 破坏这个大自然 不要去伤害 这个环境 底下 又难传本 年盼经济二十五亿位 佛性 就是守嫩言三昧啊 佛性 就是守嫩言三昧 陈 底下四十二页 陈 威士论 这一本论 也相当的难 也不是一般人 所能看得来的 这是盔基大师做的 玄壮大师的 土地了 盔基大师 所做的 陈威士论 卷九 说定学 有事 一 大圣光明定 二 吉福王定 三 贤守定 四 建行定 什么叫做大圣 光明定呢 大圣光明定 为此能发造了 大圣离 遁点 教 遁点 行 遁点 国 遁点 至光明固 那么这重复了 那个大圣离 要念四次了 为此能发造了 大圣离 大圣教 大圣行 大圣果 至光明固 这个大圣 要重复用四次 就是教理行果 果就是正 也就是大圣光明定 第二 叫做吉福王定 为此自在吉 无边福 如王势力 无等双故 不二 还是